主席,各位董人,英國長,各位政府理事的廣言,邰楊部長 蔡委員,你好,你早 翁禮拜五,我在宴會,我,翁英南和郭文成,接種外交問題,台灣比較重大的外交問題,大家請教 不敢當 所以現在來講比較寫的問題,第一,這張是你們在泰國還是外南,越南的那種國情的海報 所以有幾項建議,第一點建議,這個Double Tenth Day,這個TH,不必了,文化上 Double Tenth,不是Double Tenth 所以總共一個家人肚子不需要,你這和英文就去寫不中,要做什麼外交 這一點,你沒必要讀。我講的,你回去問英文的國文。 第二點,這個Double Ten,我們也不知道是在知什麼的。 像我問外南的國慶當時,泰國當時,馬來西亞,新加坡,你也不知道。 所有人Double Ten,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應該要分享,說Celebration of 99 Annivers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是不是這樣?很敏感,是說要慶祝中華民國99年的現金。 有了,你做一個外交官,名不正,願不順,就不敢跟你說, 199th Annivers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不是Double Ten。 Double Ten,人在想說,沒想到中華社會偷偷來台灣的人。 有了,人在想說什麼什麼性害革命。 所以,我告訴你泰國外南,新加坡,馬來西亞。 他們的國慶當時,你也不一定知道。 所以,大陸天人來知道。 這個,當時,董營,家主營文,如果是這樣, 慶祝九十九年,國慶的祝福,不是什麼, 還有三十節,人也不知道三十節是什麼。 還有一個,這個要用中華民國國會。 你這個國會沒用,你用這個外國人餐的是什麼。 所以,我這是很善意給你建議。 說一個外交官,要正常的場面。 如果正常的場面,這幾點都要改。 能不能讓我稍微說明一下。 剛剛你提到有關這個double tenth,th這個部分。 當然,有些人也講了。 因為它是十月十號是10th day, 10th day of 10th month。 我們是這樣子來的。 當然th就這樣子產生的。 當然,你的建議,我們會作為思考一個方向。 有關這個國慶的這部分,事實上很多人都弄錯了。 我們如果是annivers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這是說真正中華民國造建的是1912年的1月1號。 十月十號是我們的國慶。 National day,是National day。 不是我們的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不是。 R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912, on the 1st of January. 這是一個很多人會搞不清楚的。 所以我們慶祝國慶的時候是慶祝國慶。 慶祝元旦,那是中華民國誕生的那個才是真正anniversary。 所以可能跟委員會做一個報告。 那你剛剛指教那幾點,我們會考慶,有關外頭的各種地方的慶祝國慶的形式,我們也會做一個檢討。 做一個檢討。 那雙十節這個字,大家經過這麼多幾十年來,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個節慶。 大家應該知道,你剛剛提到越南的那一部分,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雖然今年沒有辦法寫上國慶這個字,我們提出抗議,我們要求他。 而且我們會把他們越南自在台北的代表,找來提出嚴重抗議以外。 我們代表在那邊慶祝國慶的字詞第一句話,就講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從通篇演講,他用了六次中華民國。 所以這表示說是大家去參加國慶的,沒有一個人會誤會今天慶祝的是什麼節日。 所以最後一個補充報告。謝謝。 我先簡單再說,這個10月October,有人在說10月,第10個月。 你第10個月就說October就好,你如果說文化在裡面。 我了解啦,我了解你意思。 沒有人說October,說10,加TH,month。 沒有人在說這樣。 所以這個Double Tens,我們很多文教都說Double Tens,不是Double Tens。 你Double Tens,就說Subject,Tens。 Month,10月,Tens。 所以你才說Double Tens。 就是過去大家因為這樣想,才會加一個TH。 但是你的建議我會考慮。 謝謝。 這個以前李廷為總統,要做總統的時候,有時日,他給我做為吃飯。 在問說,看我有什麼經驗。 我在說,在美國,這個猶太郎,有去生立APEC,就是民間組織。 政府當然怎麼有台塞館。 但是台塞館跟APEC,有的反面白面的,有的反面黑面的。 總統,如果正式的多到多長,就台塞館出面。 但是如果要跟議員無款,頂頂頂須底下,去進行國。 是用APEC,比較好。 這個APEC有多大呢? 在美國,一年是uh態人臨頂頂多美金,一年也頂多有千萬美金。 但是他這個猶太郎才能會임 Saint錢給五六百萬計劃去生還。 他從美國出在旁邊的黑面白面幅 nationalò book, 一年 Penny在美國,正面建 pele時Aito Montecchi, 賺二十億美金,所以我跟李政緯總統說,我做一個台灣人, 很想猶太做得到的,我們也要做得到,我們要來賀猶太, 在我們的鐵路以外,再來敏感祖族,那時候敏感祖族就是發派。 我跟李政緯說這樣,他都沒有回應什麼,他雖然把副主帳那時候的外交部長叫他接受, 要如何叫發派合作比較配合來推動台灣的外交。 所以這個叫發派合作,不是由阿片政府開始,是由李政緯總統開始。 但是現在馬政府就任,這個部長就任後,都不可以去發派的人接觸。 現在對主委員很浪費,我住在美國,我做發派的會議, 那時候我都沒想到可以回來台灣,只有一心一意, 說要如何給台灣民主法,台灣不要讓中國拿去,是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發派現在躲在那裡的人,沒有一個想要回來台灣 競選做官,如果要回來他們就能回來。 他現在躲在那裡一心,關心台灣民主自由和人權。 我正位有跟你們代表處,原處長說,他很同意, 他說要為到這個優候推行對美的外交,這個愛教發派配合合作。 但是我常常去問這個發派,一年來,你們有請提供人接觸嗎? 他說是凌處,沒有方便。 這方感覺很相信,合併那種的主題,還有很多主題。 如果對我們比較友好的優惠,這個發派的徽緣,會去當地叫他們鼓勵。 如果對我們比較不理的,我們會去抗議,還是去解除。 所以這方面的人力,我們也沒得到,我也覺得很遺憾,不知道部長的看法如何。 我想,如果能夠匯集各方面支持我們推動跟美國關係的,我們都很高興,而且很樂觀其成。 我會就這一部分跟我們駐美代表處原大使,來進一步了解,然後再採取看看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情。 謝謝你,謝謝你提醒我這個事情。 但是我告訴你,他一年來,不分別,像發派是他的敵國,他的敵隊團體,這一定是不對的。 只要目標一致,能夠加強跟美國的關係,促成美國更加重視這個地方,台灣的話,我們認為這都是一種幫助的力量。 希望,我現在後面要跟你考驗,看不看你在複殼,還是真的有在配合。 我會跟駐美代表處提出。 好,要再一項,這個外交修兵,我很不想聽這句。 當然,在國安部,你不能說和平協議。 這個兵子,你就說要剪,剪到死也要剪。 你一直在含這個和平協議,這對軍隊的手機應用很大。 同樣就代表,外交修兵,這當然不是你發明的,是你媽的發明。 這對我們的手機也影響很大。 你就要外交方,積極出的政策。 沒有扳交的政策,有扳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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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不是外交修兵。 其結果,我幫你問,國慶是我們外交的大和平時。 就是你當地的工作,要展現在這邊的國慶。 要請更多人,國家元首,來參加我們的國慶。對不對? 但是今年,幾個國家元首,來參加我們的國慶。 國慶的時候,我們為了要接待,平常就是一個主兵。 一個國家元首,然後有總理,有其他人。 民衛商品。 分別的,那邊有相關。 然後,第幾個月,我們為了達五三輩。 我們為了緣商品。 我們為了第四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